大家好 欢迎来到《落成话题》 我是Jennifer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讲一讲暑假青少年学习开车 以及汽车保险的问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兴保险的Paul 我是在这边的Olo Home Department的Sales Manager 好 欢迎Paul 那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青少年学开车的问题 暑假到了 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开始让孩子开始学车 但是我们家长呢 有很多的顾虑 就是说一个小孩开车比较危险嘛 开车之后呢 即使拿到了驾照 也舍不得给他买保险 因为保费非常的高 然后觉得他又不要 所以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怎么解释一下给大家 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小tricks 可以解决保费的问题 不过大概念的话 像家长让孩子尽早一点拿到驾照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我们要记得一点 保险计算的这个价龄啊 是从他拿驾照开始计算的 而不是说真正的去看这个小孩 有没有在拿到驾照以后 真正的开到车 所以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在小孩 在合法可以拿到驾照的最早年龄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16岁 然后呢15岁半是可以先考那个笔试 拿到那个Learner's Permit 就可以开始学车了 尽早拿到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很多我们在这边 美国的小孩子可能高中 未必一定需要开车 就比如说他那个Senior Year啊 未必有可能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小孩可能去上大学了 然后离家也稍微有一定距离了 他可能会选择学校周围租房子啊 然后为了上课呀 可能会就是没办法一定要开车 但那个时候呢 如果他驾照拿到特别早 他就会比他同龄的同学 刚拿到驾照那种 凭空的多出来两三年的驾驶的 这个驾龄 所以相用的来讲 保费会稍微便宜一点 我们通常选择就是 小孩即使拿到了驾照 也不给他买保险 所以您刚才解释这个 就是说尽早的拿到 其实买保险的话 反而以后保费会低 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尽早拿到驾照 不是说你刚拿到驾照 17岁有驾照了 然后能马上就比其他人便宜 而是说 如果他没有特别迫切的 那个拿到驾照 马上要开车的这个需求的话 他先拿到 然后暂时不用开 等他真正要开车的时候 他会比那些他同龄的同学 刚拿到驾照的这一些 要便宜很多 然后另外的话 从这个保险的保费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小孩刚拿到驾照 很容易让自己家里的 汽车保险费就是翻倍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小技巧 什么的 让保费能够相应的 对比来说的 能够便宜一些的 比如说第一点 可以考虑和父母 保在同一张保单里 因为保险里面 对于车保险 有一个叫multi car discount 就是你保单里 有超过一辆的车子 那这样的话 两辆车子就各可以各拿 差不多最低能拿到一个5%到6%的折扣 然后另外的话 因为父母很多情况下 是在美国有房子的 如果有房子的情况下的话 车子保险和房子保险两边 至少可以各拿15%到20%的 multi policy discount 像这样加起来 就是应该一个 已经超过30%的折扣了 另外的话 像青少年还可以拿 那个good student discount 好学生折扣 要求是全日制12个学分的 full time student 然后GPA在3.0以上 也就是average要拿到b这样的成绩 其实也还算没有特别大的难度吧 正常如果有好好学习的话 都可以拿到 这个折扣差不多也可以在10%左右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 就比如说家长在考虑给小孩买第一台车的时候 可以兼顾安全性的同时去选一些二手车 好处的话就是说价钱便宜 那谁都知道小孩的风险最高 他开哪台车呢 那台车的保费就一定很贵 但如果一个价钱便宜的车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考虑说哦 本身车的价值不高 就算小孩的风险高 那这个车就算贵也贵不到哪去 还有另外一点 比如说5000块钱左右的车子 很多家长的初始目的就是说 哦这个车就是拿来给我小孩练手的 安全性我考虑到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SUV很精壮 不会让我小孩有任何的 就是那个身体上面的这个安全的顾虑 我这个都信得过 另外的话 他因为车子本身价值比较低 所以我刮了蹭了什么的 我都不心疼 那有可能都不修了 如果真撞坏了 我就直接反正5000块钱嘛 我就让他也通过这个过程 学会开车了 就再给他换一台新车 像这样的话 在车子价值比较低的情况下 不妨可以考虑一个半显 或者叫这个liability only 就是责任显 only 像这样的话 也能相应的帮到我们的客人啊 或者是电视机前的朋友 能省到更多的保费 嗯 你这些提的这些建议太好了 因为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 特别实用 我相信对家长啊 另外您刚才建议就是说 小孩还是尽早的能开始学车呢 就尽早的开始学车哈 因为很多孩子我知道 有的时候家长就是上大学 也没有让他开始学车 没有那个压力 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觉得就是我们小孩子 比如说开始学车比较早 那一定要去找驾校来进行辅导吗 我十多年前我自己是找的驾校 因为当时也没有说父母额外一台车可以让我练习啊 但我觉得驾校的好处就是现在这个价钱不知道是涨到什么程度了 但我觉得一个比较好 因为我当时是从来不会开车的 所以说我第一次教练来说那你开啊 我说那能行吗 我不会啊 你最起码得教我一下 他说没有事踩了油门就走 然后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这么放心 是因为他在副驾驶额外的一个油门和刹车的控制 他也比较放心的 大不了只差一个方向盘 他可以伸过来拽我的方向盘吗 当然我只是觉得说从经济角度来讲 安全性来讲啊 教练可能说更好 但很多情况下 如果小孩是要在18岁之前拿驾照的话 有法律特殊规定说 他除了考过比试 在参加路试之前呢 可能要有多少个小时路上这个驾驶经验的积累 那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守法公民 既然有要求我们就要做到的时候 可能难免也会用到一些家里的车子 对对一开始这个 您讲的这个特别对 就是一开始这个基础要打好 还是要上驾校 但是家长要陪着练哈 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另外一个我刚刚想到的一个方式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 觉得说保险公司应该价钱都差不多 所以就像鸡蛋里面的牛奶一样 可能沃尔玛卖4块 那其他地方什么sprout最多也就贵1块钱 但是保险公司其实他会有喜欢收客人和不喜欢收客人的这样一个倾向性 可能同样一个年纪的青少年的这一家价钱和另一家可能会差到一倍之多 所以基于这个原则的话 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货比三家 比如说你现在保的是一个保险公司 你说我要小孩有驾照了 加进去多少钱 他给了你一个报价 你要觉得很贵的话 你不妨去看看其他的保险公司 那说不定同样的情况 因为你这算家庭的保单的状况有改变 毕竟多了一个young driver 那说不定有另外其他的保险公司会offer更便宜的价格 那另外像我们华星保险 有代理十几家A级的保险公司 如果说我们的客人联系到我们在系统上可以一次性的对比十几家不同保险公司的价钱 这样就可以帮客人找到一个最划算的解决方式 好我们都来找华星保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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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